大家好,我是薰薰衣 薰薰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款新手链 它一边是绿色,一边是橙色 用两颜色的配搭,编织而成的这款手链 薰薰衣选用了Rainbow Loom实色系列的绿色 和橙色系列,和施扣 你准备好你的采红症群尾 我们一起编织吧 OK,Let's go 首先用编织器 摆放橡筋模式 编织器平摆,箭嘴向出 而这次编织器只需要两颗编织器 首先用两颗颜色的组合 用橙色,由左边打斜 拉向右边,第二颗 然后用第二颗颜色的绿色 而摆放橡筋的方法是三角形的模式 左边的两颗位置 拉向右边一颗 像三角形的图案 然后摆放橡筋 然后摆放橡筋 也是一样 由左边第二颗打斜 然后摆放三角形的模式 就是这样摆放的橡筋 好,当摆放12组图案花 手链的模式就是这样 然后摆放编织器 C字位 对着自己 然后摆放CAT BANG 然后摆放橡筋 但摆放CAT BANG 这次要留意一个步骤 首先摆放钢筋 一样做八字图案 然后摆放橡筋 然后摆放橡筋 这次做多一个什么步骤 就是将CAT BANG 用钢筋 拉上来 另一拟 套到另外绿色那一边的位置 就这样 好像八字图案 这两格的编织器 都形成了CAT BANG 图案 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编织 我们也是由CAT BANG 位置开始 我们全部的采用橡筋圈 的编织方法都是向前 首先CAT BANG 位置 橙色这一格 原先我们的编织器 就是橙色 编织去反橙色位置 就是应该打斜 拉开CAT BANG 找橙色这条橡筋 我们全部是向前的方式 就是将它放在绿色这一格位置 这样 绿色这条橡筋 也是向前的方式 放在这一格位置 只是这样编织方法 就是向前的 好了 到橙色这里也是 拉开所有橡筋 记住是向前 摆放橡筋 绿色也是 就是这样编织 我们全条手链 是不是很简单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编织方法 我们先建设 现在正好 我们先建设 一样的盘子 編輯方式是橙色向前 但最後要將橙色拉到原先的位置 因為要將橡筋藏在這一格的位置 加上橡筋 綠色向前放 所有橡筋放在右邊的第一格 這裡就是最多橡筋 然後拿下橡筋 綠色橡筋在右邊的第一格 把橡筋鉤釘進去 然後拉上橡筋綠色橡筋 穿起 看看這裡已經穿了所有橡筋 然後就可以拆手簾 手簾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然後就要加上橡筋 然後就要加上橡筋 插上手簾就是這樣 然後拿回編織器 然後加上橡筋 一樣只要放大約六條橡筋 配合手簾可以用鴻鴻色 然後把它拆轉 把剛剛編織好的放進去 這樣就要向前編織 水滴編織方法 編織這六條橡筋 就可以了 在這一格位置 加絲扣 我們找另外的一邊 加上橡筋的位置 加上絲扣 我們這款手簾已經編織好了 就是兩邊的顏色 你都可以選擇你喜歡顏色的配搭 你都可以織一條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了 拜拜